即使销售情况告急,但似乎无阻TESLA对电动汽车发展的热情。 早在今年3月,TESLA Model Y已经与车迷见面。 但作为战略及入侵紧凑SUV的杰作,Model Y的正式量产地点以及时间一直保持神秘。 TESLA高层日前证实,基于Model 3与Model Y共用零组件实在太多, 因此最终还是在加州的工厂生产Model Y。 最早将于2020年秋季投产。 TESLA还强调,为抢供中国电动市场, 未来也不排除将在上海新设立量产Model Y的工厂, 但相关车款将仅会供给当地消费者, 美国大部分的Model Y未来仍会是原汁原味的美国制造。 TESLA还透露,在成本有效降低、市场接收度等前提下, Model Y比Model 3有着更为优异的销售利润。 Model Y将推出不同车型版本, 续航力可以来到230英里到300英里不等, 而销售价格也是从3.9万美元一直到6.1万美元。 相信未来势必与旗下的Model 3成为TESLA相当起重的销售主力, 以及扰乱入门级电动车市场的金箍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